炎炎夏日追求刺激感的年轻人 最喜欢挑战隐藏性的危险运动 日前就有人从老溪桥20公尺高的桥面跳水 动画大学水上救生教练朱文正就指出 这样的高度以及跳水的地点是相当危险的 会危及自己的安全 也会危害水上运动的游客 夏日溪水边涌入许多游客 而老溪桥上有人正在展示自己的高度 但是在20公尺高的桥面一摇而下 享受瞬间的刺激感 却忽略了下方游客的安全 专业水上救生教授指出 瞬间落水产生的高压 容易让耳内破裂或产生失衡 就会让跳水者溺水下沉 是当我们往下跳的时候呢 因为它的高度太高 所以它的水面撞击的力道非常的大 那如果说你在下坠的过程 不是用比较属于那种尖端式入水 而是平面整个趴在水面落下去的话 就可能导致身体严重的受伤 甚至于昏迷 那第三个是当你落水之后 就算你的姿势动作是正确 因为它的水深度是够的 所以你可能会急剧的会 整个人会浅到水里面去 那因为老西的水流它本身非常的寒冷 很有可能你会因为水压 或者是说寒冷水流的原因 导致你在水中昏迷 所以你没有办法自行的游出水面 而且很有可能在你急剧下距离过程 你的耳膜没有做到平压 可能导致你的耳膜会破裂 导致水进入到我们的那个耳锅管里面 导致你的昏迷 所以以上这几个都是我们在这个地方 跳水一个非常潜在 而且非常危险的一个动作跟原因 在老西白宝西每当到了夏季 就会有游客带着亲子来到溪边溪水 游客的安全相行之下就更需要被重视 那也要特别注意 先试探一下水性 先了解水性 那才能下去玩水 特别是我们小朋友的部分 我们大人一定要先行下去试探水性 要不然这个不了解水性 有一些暗流的部分 很容易造成意外的这个问题 高温不断的滑动纵骨 玩水细水 尤其在开放水域是要更加小心 在缺乏安全意识 以及水域不熟悉的情况之下 溺水的情况也就容易发生 记者林杰 售风箱采访报道